3月9號大家大概都知道 未來主婦聯盟參加我們演講 大家大概都很了解我們的訊息 主婦聯盟呢 在3月9號在北中南 我們現在都會 像中部的那個 法和聯盟 的總招是主婦聯盟 台中公會的會員 所以台北的話呢 主婦聯盟也一如以往一樣 我們都會有一個 法和大隊出去 大家都看到這個我們會舉這個手牌 還有大家手上來說 看到主婦聯盟那個黃色的 娃娃頭的旗子 所以如果要跟主婦聯盟一起走 這一次的路線規劃的呢 是比較長一點 因為整個的概念是想說 要封鎖 特區總統府 但是因為新的這個和氏共同一直出來了 後來可能會有一個意向要做出來 比如說要突破鳥籠啊等等 不過總之大家如果願意跟主婦聯盟一起走 六公里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開到兩點鐘的時候 結合大概三點鐘的時候 會開始走 那如果大家呢 覺得走那麼遠比較辛苦的話 主婦聯盟在星光三月的前面 因為它沿路就有附六個點 所以主婦聯盟在星光三月前面呢 我們有一個攤位 所以那一天它很直接經過的時候 我們有些活動 那我們是實際的家人 能夠穿黃色或是 黃色或是黑色的衣服 這樣子欸 有一個視覺整體效果 不過因為附近會很多人啊 所以如果有人要那個 譬如說跟主婦聯盟一起演出 星光三月是火車站前的你要講清楚 火車站前的火車站前 因為我沒有放台或公司 對 有希望三月不是十幾家嗎 對我們是那個火車站前的那個 那個可以拍嗎 那個可以拍進來嗎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欸 不要走那麼遠的路可以到 星光三月跟主婦聯盟一起啊 如果有人願意當志工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報名 我們也會需要很多的志工一起配辦 現在那個燈子就放下來 對 那個 那對外面呢 我們有這個 外面我們有這個 宣傳的這個庫卡 大家也可以拿 也有主婦聯盟的 我們自己的會訊 如果願意還沒有拿的話也可以拿 那如果您願意 要在 擔任主婦聯盟之工 跟我們一起遊行的話 外面有我們的報名單嘛 所以大家來貼一下 我們就在旁邊打個勾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訊息 報到寄給大家 邀請大家一起來 謝謝大家 那也非常謝謝導演 今天來給我們上一堂很精采的 而且特別是導演 完全不收我們的演講費 這一次的熱情的讚 那我們也希望 也希望導演的新片呢 陸陸續續推出的 能夠獲得社會大眾的注意 然後政府方面 也能夠實際上回應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 這樣的影片 再給我們 人民一個邏輯的訓練 可以凝聚地開開 這可能是更重要的意義 也許那個 寄望政府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我們寄望民眾 可能那個意義比較大一點 好那今天謝謝大家的參與 哎 有沒有最後的問題 對 就是收穫很多 就是導演給我們一個 真的是聰明的閱聽者的數 一些教我們如何去做一個聰明的閱聽者 要不然很多還是會被新聞 因為它都是結一個部分 很多人真的就像你說的 都只看大標題 連內容都沒有 那何況 現在很多的那個懶惰的記者 他就是看那個 就是評論媒體 然後就去做廣告 就是做今天的 那最多去 像今天好比如說 阿妹賣了什麼 他就去拍一下阿妹的房地產 我是做影像呈現的 大概是這樣 就很簡單 那我們是如何去追蹤新聞 可以讓真相可以出來 但是你很有那個偵探的精神 那我們這些人 對啊也不太可能 然後就是說我們真的如果能夠 你有部落格嗎還是怎樣 那至少 如果說那個我很重視的 然後不太相信主流媒體的時候 如果就是說有做過研究的 其實我覺得很多獨立媒體 比如說很多vlog 比如說像朱淑娟 比如說像 朱淑娟 很多信頭歌 很多人都可以看 大家都寫得很好 朱淑娟 都是信頭歌 我覺得 目前來講 比如說像我自己 有一個新聞事件 如果他純粹只是一個告知性的 我大概就是 每一家大概不會差太多 因為 3月9號就是要遊行 這是一個告知的訊息 是確定的嘛 我們都知道3月9號要遊行 他不會故意跟你講說3月12號嗎 這不會太大的問題 那如果裡面有一些評論的那個部分 我們所謂假序假意的那個部分 我可能會同時看很多 沒有辦法 然後當你看到覺得哪裡 覺得怪的時候 哪裡怪的時候 然後你就開始要可能去找更多的 去試著去瞭解更多的那個狀況 當然我比你們好一點的部分 因為我有同業 我可以直接打電話去問 那天狀況是誰去跑的 誰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求證 那很多時候還是沒有 我就可以開始去看不同的報導 然後透過那個不同的報導裡面 可以大概把這個狀況描述出來 把它建構出來 這個還蠻重要的 所以沒有辦法 資訊現在多了 然後可是相對的 你要去得到一個缺缺的訊息的時候 重大的時候 你要花更多的力氣去評斷 那如果我們都有揚成這個習慣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被人家騙 不憑良心講 我們就比較不會被騙 沒有辦法啦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說 我們也不用希望說 尤其像媒體 我們比較希望說 你給我的東西都是真的 會不會有施主還是會有 你說是不是所有的媒體都會有 有錯誤的地方 多多少少 有時候都還是會有施主 當然 可能它失誤比較少 那我們就可以這麼做 可是當你覺得壞的時候 你還是要去求政府 還是要 那同樣的 比如說像現在的政府 我們也不要寄望說 我們做完一個事情之後 政府就會改變 不會 我跟各位講 那個官僚體系 永遠就是那麼腐敗 它永遠就是往下的沉沸 我們就是永遠要建復它 比如說農委會 你戳破它的謊言對不對 它下次會更聰明 那我們也要進化 它才會更能繼續對抗 你現在已經5.0了 沒有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